第十七章 竹林雨清姓舞 你 你抖什么 木生竟然笑起来 带得伤口震动 妙妙感觉手上一热 显然又是新的血液涌出 心里一阵绝望 吼了出来 别笑了 快闭嘴 他右手拿了一块新的纱布 握在手里备用 努力固定住他的身体 看上去像是抱着他一样 他怀里有悠悠香气 是女儿家用花瓣泡水沐浴的味道 让热气一蒸 全部飘散出来 温热的身体隔着一层薄薄的水栏上如 若有四无地贴住了他 冷 真的很冷 林妙妙却热得满头大汗 你这样流血真的行吗 热水慢慢地失去温度 他的手心冷得像冰 嘴唇泛白 竟然慢慢地打起冷战来 这身血 我恨不得 留见了才好 怀里的人站立得厉害 打摆子了 妙妙想起来 似乎失血过多的人会有这种表现 喵了个咪 黑莲花有胆秒杀大妖怪 单打毒斗的时候浑身王八之气 到头来竟然是用生命装逼 他气得无言以对 只好道 你松开我 我去给你拿床被子来 你 你知道我冷 这不废话吗 灵妙妙的手被他按着 动弹不得 你身上这么凉 他腾出一只手来 将自己的披薄抽出来 顺手抖开 盖在他肩膀上 半个身子靠了上去 想尽可能地让他暖和一点 时间一分一秒过去 妙妙心里七上八下 坐立不安 这恐怕不行 得去找柳大哥他们 你敢去 沐生从半昏迷的状态里惊醒 墨地睁眼 眼里的绿色吓人 好好 我不去 他不敢妄动 腿然坐下来 好在妙妙一直出汗 身体还算暖和 沐生整个人无意识地贴紧了他 喂 你就一点办法也没有 妙妙满脸复杂地看着出于半休克状态的沐生 声音酸酸的 如果我今天不来找你 你怎么办 不怎么办 他说话 听得像是梦意 脑子里昏乱不堪 不断地闪现着木窑严肃的表情 阿生 你是沐家的希望啊 如果他知道 这个沐家的希望 不单有那样的出身 还画得一首熟练的反写符 真是可笑 耳畔那清脆的声音 还在絮絮叨叨 对了 你们捉妖人 不都是有那种止血的符吗 或者把它烧了 化水和能治百病的那种符 沐生冷笑一声 你说的是 假倒是招摇撞骗 那怎么办 林妙妙欲哭无泪 手边止血的药 也止不住他 这么大面积的伤口 再这么下去 你会死的 死 死又有什么打紧 他嘴角一抹鸡翘地笑 神色越发薄凉起来 整个人苍白得像是下一秒 就要羽化登仙了 不行 你可不能死蛙 林妙妙紧张地盯着他 见他混混顿顿 拔高声调 恶狠狠地说 听见了没 不能死 快点想法子 刀伤活还我替你做 要不然 我等你一晕过去 就把你姐姐叫起来 木生望着他 古怪地沉默了 半晌 他嘀嘀道 我不能用 林妙妙脑子里 闪过柳福一那句 歪门邪道 书上写了 木生心思不正 剑走偏锋 走的是邪路 可却没有明说 这路到底邪门在哪 要是他的攻略对象死了 他是不是就直接被传送到惩罚世界了 这样想来 是正是邪跟他有什么关系啊 为什么不能用 保命要紧啊 我今天已错过一次 我知道 那件事你不想让你姐姐知道 你放心 我半个字也不会说 你快点用吧 木生的脸色苍白如纸 发丝湿漉漉的贴在鹅角 神色迷迷蒙蒙 欲发显得瞳孔乌黑解净 你今天看到了 不害怕吗 嗯 看到了 他敷衍着 心急如焚 管他什么歪门邪道 能杀妖怪不就行了吗 要是能保住你的命 为什么不能用 快点 他慢慢俯下身子 已在他身上 声音轻飘飘的 显得出力乖巧 你帮我 我 我怎么帮你 帮我梳头 他放开手 林妙妙的手背 都被汗水沾湿了 三两步跨到箱子里 翻出了一把梳子 颤颤微微插 进黑莲花一头乌发里 发带 卸下来 他的声音飘忽不定 哦 林妙妙伸手拉了一下 那白色发带 只拉了一下 忽然觉得周围的气场 都不一样了 四周的空气变成无数漩涡 旋转 扭曲 面前的人像是有致命吸引力 像雪白的因素在风中摇曳 诱人采摘 那样催着毒的美艳 是九天之上雌雄莫变的尊神 又是玉海沉浮的邪灵 忽而高不可攀 忽而堕落至极 无数中幻影交杂变化 不变的是那一双漆黑的眼睛 眼尾上挑 媚气横生 眸中是漩涡般的星河 含着世间最皎洁饱满的情谊 只要看一眼 便让人忍不住离他近一些 再近一些 但愿匍匐在他脚下 做他的祭品 任他驰骋 猴尖一天 他反应过来的时候 嘴里的一口血已经流到了下巴 他感到五脏六腑 似乎都被一只无形的手揉捏着 但却奇异地感觉不到疼 竟然有一种快胃的满足 心情是兴奋的 可是理智却让他汗毛倒数 这是救人吗 这是要他一起陪葬啊 嗯 又一口血涌出来 他眼底发黑 手仍然不听使唤 放在他的发带上 他 手臂猛地被抓住 接着被人用力拉开 一屁股坐在了地上 够了 那股神秘的气场骤然消散 像是浮在空中的人落了地 他这才感觉到 浑身都脏气 都颠倒错位了 疼痛感后知后觉地袭来 挖得喷出一口血 趴在地上喘息 木声微微回过头来 妙妙看见他伤口仍在 血却不再流了 他的脸色雪白 不知怎滴 眉梢眼角 竟然带上了一抹奇异的艳色 哪怕他此刻脸上阴晴不定 眸中深不见底 滚 离我远一点 有这么对救命恩人的吗 他揉着被木声打痛了的手臂 缩在了角落里 看着木声的背影伸出两手 优雅而缓慢地系劳了发带 然后披上了衣服 那平荡无奇的白色缎带上 凝聚了月光 显得更加神秘 他修的是什么血术 这么强悍 刚才那股力量 现在想起来还觉得胆寒 难怪木瑶不让他用 他要这么发展下去 发展成一个邪教头子 也说不定 木声梳好头发 穿好衣服 开始端坐在那里 闭目养神 那个 你好了 林妙妙无聊地躲在角落里半天 忍不住打破寂静 今天的事情 一个字也不许说 否则 我不会再 他语气冰冷 突然停住不说了 妙妙纳了闷 黑莲花犯什么病 刚才还是靠在他怀里的温柔小绵羊 怎么短短一刻间 就突然翻脸了 忽然间 一个念头电光火石地划过他心底 他顿时出了一身的冷汗 从头到脚都僵住了 一个为了报复 小心眼到害人全家的人 一朵除了姐姐 万物在他眼里算狗屁的黑莲花 他能有什么良心 他心知此举后果如何 还一步一步诱惑他去做 刚才那堪称粗暴的一帅 反而是他临时改变主意 放过了他吗 真是 谢谢你啊 他从牙缝里挤出一句话来 木生一直背对着他 外袍的下摆开花式地扑开 他沉默半上 讽刺的一笑 林小姐太聪明未必是件好事 你错了 木生 林妙妙背靠着墙壁 脚下的船忽然颠簸了一下 真的聪明只是为了自保 从来不会用来伤害别人 昏暗的烛火摇曳 室内又一阵沉默 你不相信 林妙妙冷笑一声 如果你相信木瑶是个绝对的好人 那你凭什么不信 世上没有跟他一样的人 木生意味不明地笑道 你在说你自己吗 是不是觉得 我把自己跟你姐姐相提并论 很可笑 林妙妙折腾了半嗓 肚子又叫了起来 干脆蹲在角落里 吃起馒头来 没错 我跟他还是有点不同的 他边脚边含含糊糊地说 我这个人小家子气 心里没有那么多大人大义 只要我在乎的人 都能平平安安 开开心心 我就知足得很呢 他突然发现 脚下一道细细地裂开的缝隙 船又颠簸了一下 那个缝隙里 就扑得冒出几个水泡来 咦 他猝起眉头 脚下一道阴影 笼罩了他 他抬起头来 发觉木声走到他面前 居高临下地望着他 他某中有种奇异的情绪 四号奇 又四疑惑 你不怨我 怨你做什么 他刻意装傻 话中带了道次 你先前说了是歪门邪道 是我坚持要你用 要是不幸死了 也怪我命不好呗 他咽下馒头 满衣地甜甜嘴唇 甜味使他满心欢愉 连骂人的暴躁情绪也平复了 林妙妙已经气不起来了 浑身上下都紧绷着 任务二还真是意料之外的艰难 以我一命 换您木公子一命 想来也公平得很 他甜甜地笑起来 少年眉头一压 眸间神色灯时凌厉起来 没想到眼前的人看似软弱 内里却是个顶有脾气的 似乎是挣扎了半晌 才调整好情绪 只是脸上越发冰冷 你 哗 外头忽然一阵巨响 仿佛江水突然翻起滔天巨浪 脚下的船突然剧烈摇晃颠簸起来 怎么会是 啊 进水了 外面的声音嘈杂起来 似乎很多人从房间跑出来 一时间端在手中的烛火层层叠叠 宛如萤火虫飞舞 不住地在甲板上跑来跑去 脚步声杂乱无章 咔嚓 妙妙目瞪口呆地被移了个位 差点一个猎切扑倒在前面 脚下那道细细的猎系忽然扩大 刹那间宛如猛兽裂开了个血盆大口 一股黑气带着涌动的江水 猛地从口子里钻了出来 直冲天际 妙妙被这狼烟一般的黑气惊呆了 手腕忽然被木声抓住 从猎系的另一端瞬间拉了过来 往门口一推 去 让柳福一带阿姐走 妙妙回过头来 见木声衣袖上还沾着斑驳血迹 有些犹豫 顶得住吗 别废话 快走 木声发尾飞扬 两张符纸已经出了袖口 见他掉头往回跑 经不住大怒 不是让你走吗 你管我干嘛 谁管你了 妙妙三两步跑回到柜子跟前 飞快地将矮柜上放着的包袱一勾 背在背上 转身夺门而出 我馒头没拿 你猎金 子转身复 她准备出 我喜爱你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